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用食材烹加肴 咱们这个竹孙鹅是非常有名的古方 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所记载了人间的极品 今晚9点15分 老家的味道 接下来给您请上我的老搭档江波老师 欢迎您 江老师 您好 孟科 您好 您好 大家好 江老师 今天我们要一起品尝家乡美味助力 老家脱贫 今天我要带您去到的地方是咱们河南省的原羊 我跟您说 提到了原羊有很多朋友都不了解 都不熟悉 但是提到它的一个外号 大家都知道 叫做薄浪沙 想当初在咱们这个秦朝的时候 张良派过杀手到此地来刺杀秦始皇畏随 因此得到了咱们的这个曾用名薄浪沙 我曾经记得好像有很多后来的诗人像什么里外都在诗中有所记载 沧海德壮士追秦薄浪沙 这个文化抵御这么深厚的城市 那美食肯定也是棒棒的 在说美食之前呢 咱们先请上今天的大厨张春雨 张大厨 掌声有请 张春雨 郑州烤牙店技术总监 中国烹饪大师 您好 张老师 张老师好 欢迎张老师 其实我跟您说 这个原羊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产 就是原羊的大米被称之为中国第一米 您想想啊 这点的水道 喝着咱们黄河的水 茁壮成长起来的那品质 甭提了 在这么适合农作物生长的地方 美食也是数不胜数得多呀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小片来看看吧 对于一个地道的河南人来说 有关家乡美食的记忆 必定少不了会面的影子 要说最原始最传统的吃法还得数原羊会面 孟江会面城是原羊最有名的会面馆之一 面馆老板李国强在每天中午11点迎来了自己最忙碌的时候 在几乎所有传统手工食品都被放在工业流水线上的今天 孟江面馆的会面一直还延续着传统的手工做法 以羊骨和羊肉作为主要材料的汤头 讲究先无后闻 先要大火开锅 继而小火慢炖 骨油慢慢进出 优质的骨汤呈现浓郁的白色 原羊人把它叫做白汤 是一碗会面最精髓的部分 我们原羊的会面跟其他地方的会面不一样 其他地方的会面有那个抢锅会面呢 又配了有其他料了 有的豆腐死啥的 原羊会面没有 用鲸鲜鱼煮的老汤 圣公面一起合成 原羊的会面讲究原汤原味 煮面的必须是精心熬煮的白汤 孟江会面一直循环使用着多年的老汤 又让自家的会面与别家相比 多了一些更加醇厚的滋味 手工制作的会面坯在李国强的手中翻飞 鲜熟的手艺让面片迅速变得薄如馋意 煮好的羊肉和香菜事先铺垫在碗底 锅中的会面连汤一起冲入碗中 一碗原羊会面就做好了 每天中午十一点过后 正是会面馆最忙碌的时候 李国强手上的活计一刻不停 这是多年来红火的生意造就的熟能生巧 来自各地的食客纷纷而至 品尝着原羊这独有的美味 而在这时李国强其实还在等着一个特殊的客人 老崔宋阳平时很尊实 偶尔玩了一两次对我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他家有困难 家客们跑远着了啊 家门上都玩了 此时负责给孟江会面馆宋阳的崔师傅 还在家中忙碌着 在出门前 他要先照顾好生病的儿子 儿子出生时就得上了痴呆症 寻医的过程掏空了家里的积蓄 如今 崔俊胜是村里重点扶持的贫困户 岸上是有个痴呆症 以前看病花了好些钱 他人也出来不会打工 有个主持人干部来到岸村 叫他个养肠打工 崔大哥工作的顺畅养殖场 饲养的是原羊本地养 因为肉质鲜嫩 稍微又小 原羊的烩面馆几乎都在食用它 需求量很大 2016年 借助国家脱贫攻坚战的思路 原羊开始发展特色产业扶贫 崔大哥就是当地企业带动贫困户就业的第一批受益人 那一年一千都是一万多块钱嘛 现在可以了 在业上工作 工职 这有个优秀务工 降部 国家来说 这贫困户补助 各方面补助 在中国刷进来一年都十万多块钱 忙完羊场的工作 崔大哥开始了今天最重要的任务 到孟江会面馆送羊 来 李主 羊羽手过来了 我刷了 刷开 找羊羽手过来了呀 好呀 带去找羊羽手 那羊羽手都收好呀 这羊羽手不也好 吃羊羊羽面吃 没有 没有啊 哎呀 走吧 走吧 羊羽羽面吃 好 好 说羊羽啊 好好好 玩一玩 好好好 与惠面一同上桌的 还有另一位圆阳特有的开胃小吃 圆阳凉粉 这是李国强的精心安排 只有最会吃的圆阳时刻才知道 凉粉与惠面一同摆上餐桌 才称得上圆阳本地人心中的美食绝配 地道的圆阳凉粉 用特制的漏斗刮成条状 放入碗中 调入料汁 给醇厚的惠面增添了几分清爽的滋味 优质的凉粉结实筋道 淀粉的制作最为关键 而这正是王连和最拿手的 他家的凉粉作坊是圆阳人公认的 初产凉粉最有名最正宗的地方 我们家做凉粉做了三代了 来到我这就是做了三十年了 原料必须选用国内品质最好的东北绿豆 是王连和经过多年的试验 才找到的最佳配方 经过浸泡的绿豆各个鼓掌 加水磨成乳状 这是淀粉蛋白质和水的混合 发酵用的大缸大半埋入地下 可以更好地保持微生物活动需要的温度 经过一夜的发酵与沉淀 富含蛋白质的浆水飘于上层 比重较大的淀粉则沉于缸底 优质的淀粉细腻柔滑色如白玉 这是熬制凉粉的好材料 加水调和的淀粉还要经过再一次过滤 去除粉中的杂质 再加入食用前中和发酵产生的酸味 为了防止粘稠的粉浆与锅粘连 王连和要在两小时中一刻不停地搅拌 这是制作粮粉最辛苦的环节 王连和每天都要熬制至少满满一大锅粮粉 才能满足一天几十斤的销量 平常一般就是封酱果节 这一会儿就是不带鸳鸯这一会儿 又来来鸳鸯板死了 回去跟勤蒙好友 扫个十几盆 拔盆的 这都很整账 最多次数一个人都可以带十几盆 几个小时的熬制 锅中的姜水变成了浓稠的糊状 到了出锅的时机 放在闭光通风的架子上 冷却一碗 等到第二天早上 盆中的凉粉便可以食用了 以前最说是自己的主凉粉的 吃的因为跳脚优先 吃的都很烧 以前就是家里面穷 现在的正在好了 现在用它来可以发家支付了 一碗凉粉 一碗会面 凝聚着人们每天的辛劳 平凡的食材在餐桌上相逢 变成令人叫绝的天作之河 并是抚平原洋人 一天辛劳的最好慰藉 也是他们难以割舍的老家味道 片子当中的崔师傅通过自己的努力 只用一年的时间就脱贫致富了 而原洋的会面也是当地家喻户晓的美食 当地也很多人通过原洋会面脱贫致富 所以说咱们这个原洋会面是离不开 咱们崔师傅家养的羊 没错 所以这第一道菜 今天张老师您要给我们做到什么菜呢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道菜是 河南传统十大名菜 也是清椎名菜叫帕羊肉 现在我又给它起了个新名字 叫帕羊福买多 爬制也是咱们玉菜当中特有的烹饪技法 对 所以接下来咱们赶紧开动吧 第一步要做什么呢 第一步咱们要先把羊肉煮熟了 煮熟了 那我赶紧把这个水倒在锅里面 好的 我们放上葱姜 葱姜有去腥皮歇的效果 好的 放进去 咱们把羊肉就放进去 直接就放进去了 但是我想问问您了 你说日常生活当中在家都吃羊肉 去腥的问题我就不问了 到底这个羊肉的口感好 需要开水下锅还是凉水下锅 最好是冷水下锅 哦 明白了 就是冷水下锅 是不是让它的血水多出了一些 对 不是这个要去腥呢 它有很多种方法 第一呢要前期用水 冲水或者起泡 然后把那个血啊什么的泡出来 放到以后再一个是煮的时候呢 要放葱姜 姜葱 这些都是去腥的 对 去腥的 刚才张老师给这个菜起的名字啊 可以说是菜如其名 爬羊腐满多 要知道在古代的时候 寻常人家可是吃不到羊肉的呢 哎呦 我发现了 您现在这个文学功底和这个历史知识啊 是蹭蹭蹭的往上见感 是一出名门了 哎呦 您看这羊肉 咱们煮了这一个小时了 张老师 咱们这个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 熟了 差不多熟了 那您说了咱们这个羊肉煮好了之后 如果有条件的话 是不是还可以用重物把这个羊肉啊 压平了 压平了更好 压平了也是固定它的形状 而且吃起来的时候 肉质也不会太过的松散 对对 但是羊肉虽好也不是人人都能吃啊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吃东西的时候 经常会说这个东西是发物 有伤口的人 有炎症的人不能吃 这羊肉好像就属于发物啊 哎 您说的特别的对 因为羊肉啊在中医认为呢 它是生发之物 所以有这个皮肤病啊表面过敏的尽量不吃 是因为呢 它的这个怎么样 让咱们的元气恢复生发出来 因此皮肤上有破碎的 有皮肤病的不易吃羊肉 但是咱们平常的 我们的任何人群都可以食用羊肉 怪不得从古至今啊 羊肉都是咱们餐桌上的首选 您看从造字上现在咱就能看出来 羊大为美 还有这吉祥的祥字都取用了 羊这个字 您说的太对了 俗话说的好吗 把羊肉放在梅酒里头 您知道叫什么酒吗 叫什么呢 羊羔梅酒 这是什么讲究呢 那就是用这个羊羔的羊肉啊 跟这个梅酒进行发酵 喝出来的羊羔梅酒 那绝对是口味风鱼 有机会 我们还真可以尝一尝 说话今天呢 张老师已经把这羊类条 都已经改造成了非常薄的 薄片状马方整齐 下一步我们做什么呢 炸葱 把葱 葱段炸黄了 在油温 稍热一些的时候 放入准备好的葱段 因为我们太热了 这个不能太热 太热了就是它皮炸黄了 里面就炸不透 这葱段的表皮已经金黄了 好 可以盛出了吗 可以了 好了 咱们把葱 把它在上面 好 咱们就是把河南特有的东西 马上拿出来 河南特有的 我听说咱们这个河南的这个特有的 就叫碧帕 对对对 把这个壁子你看 反过来 好 来 开始爬了 让大家来感受一下 河南正宗的爬菜制作方法 加一点油 少了点油 这时候还要再放两片姜 这个姜呢就是去腥 俗话说京剧的签啊 厨师的汤 对 咱们这个必须得使这个羊汤 对吧 对对对 好了 然后咱们尝尝味啊 放点盐 放点胡椒 胡椒呢也是去腥的啊 哎 放点白胡椒 然后咱们再放点腱油 好 找找颜色 好 现在 开锅后咱们就可以放在里边了 第一让它熟的更快 再一个是让它那个定型 然后再弄个牌子 需要多长时间 大概爬个七八分钟吧 我想问问您了啊 咱们这盘子也盖上了 还要等七八分钟 但是您说了咱们河南独有的这个 必爬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和好处 在别的菜系啊 都有爬这个菜 爬的别的菜也都是用这个 直接在锅里爬 也有蒸爬 蒸的出来打芡的 那也不好吃 但是咱河南的用必爬 河南西洋河南有很多菜 是爬菜不够芡 只能到自然黏的 但是时间很长 由于咱们这个爬制 是让它这汤汁自然黏稠 所以容易扒锅 因此咱们选用了必爬这种独特形式 对 吃起来更爽口 更原汁原味 对对对 咱们就可以出锅了啊 出锅了 好香啊 对是绝对好香 这个可见功夫 这样如此看来啊 咱们这个必爬 真的是作用非常的大呀 你看形状不会破坏是吧 然后把这个牌子呢 要扣上去 哦 准备开始 好了 好 开始这个啊 还使咱们这个原汁 对 把它收浓 放一点味精 刚炸葱的油呢 放点葱油 来来点葱油 好了 海洋肉汁就打好了 好 浇上去 浇上去 张老师您这 这道菜还有一道诀窍呢 这个如果离点花椒油啊 会更香 嘿 我跟您说吧 这个羊跟花椒啊 特别特别的搬配 所以说叫什么呢 叫猪不吃花椒 羊不吃大料 所以这道改良版的传统名菜 爬羊腐满多就完美出锅了 我跟你说说呀 这道菜不仅名字听起来吉祥 而且这多出来的这些汁啊 哎呦 您瞅瞅您这一勺又一勺的 您是不是觉得啊 这个汤汁也特别的鲜美啊 我跟你说吧 这个葱爬羊肉啊 是葱香浓郁 羊肉鲜美 肉烂多汁 所以说蒙上这个花椒油啊 那我可以告诉您 这个口味是百吃不腻啊 爬羊腐满多 第一步锅中放入葱 姜将羊肉入锅煮至一个小时 切片备用 第二步将葱段炸至金黄 放在摆盘好的羊肉上 反扣在壁爬上 第三步锅中放入油 姜片 盐 胡椒 酱油 羊肉汤开锅后 放入羊肉 爬至8分钟 美味即可出锅 如果您想吃到如此美味的话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进入大象TV市集 购买本期产品 同时大家也可以关注老家的味道 官方微信 获取更多的节目信息和优惠活动 在这里也要感谢 河南天地月海酒店 河南宴对本栏目的场地支持 越吃越想吃 越吃越爱吃 这第二道食材是什么呀 到底是什么样的食材 咱们赶紧跟着小片 一起来看看 有种食材 盐质高 能煮能炖 还能烧 味道鲜美脂肪少 养生家庭 吃到饱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 越吃越想吃 越吃越爱吃 这第二道食材是什么呀 到底是什么样的食材 咱们赶紧跟着小片 一起来看看 晨曦时分 位于黄河北岸的河南原阳 一片静谜 供销社的孵化场里 正在经历一场生命的蜕变 在温暖的恒温孵化箱中 待了四十五天后 今天是小鹅们破课而出的时间了 冯建民将刚出生不久的小鹅苗 分拣了出来 这一批鹅苗 需要比平时更加精心的照顾 因为他们还肩负着一个重要的任务 在政府的帮助下 经过十几年的艰辛创业 冯建民不但摆脱了贫困 如今还拥有了自己的勤业公司 他经历过那些年代 深知贫困的痛苦 在国家脱贫攻坚的行动开始后 冯建民主动请婴 他想用自己的力量 带动曾经与自己一样贫穷的乡亲们 走出困境 今天孵化的这批小鹅苗 就是要免费发给贫困户的 到五天的时候要打药 一天就打了 那边五日之后 只要过五天以后 还有这个 到五天以后不用打 啥也不用管 然而冯建民不知道 还有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在等着他 2018年3月 河南遭遇了大幅度的降温 连着几天 守在孵化城的冯建民 做梦都没想到 一场大风 竟将他多年的心血 毁掉了大半 二十凤 你人都站不住 大风把那棚顶的球都挂跑了 知道吧 根本没法挽救 当时头那么懵了嘛 真是看着怎么走 我现在走的 没法真的说 这下完了都 这场大风 刮塌了新建的十四个大棚 压死了几千只 马上就要出篮的鹅 其他的鹅 或是受伤 或是生病 损失十分惨重 帮贫困户发鹅苗 建大棚 已经用去了他大半积蓄 面对着满目疮痍的养殖场 冯建民几乎陷入了绝望 正在他万般无奈的时候 到他的大棚下 出现了几个身影 他们都是冯建民援助的贫困户 刮塌了 他们心里不好受的吧 他们都在把他过来了 过来都在看他能不能帮我忙 到那鹅堂里看看 把他能挽救挽救 这些受到帮助的贫困户 在冯建民遇到困难的时候 又对他是以援手 爱心与善举在他们之间传递 虽然眼前的困境一时无法解决 冯建民的脸上 还是流露出了笑意 确实他们过来我挺感动的 对吧 比如知道我也不仅仅帮他们 最后到最后他们也帮了我也吧 我心里是挺感激的 一种心里暖暖的 一天的辛苦忙碌结束了 为了感谢大家 冯建民找到了一家相识的饭店 朋友胡志豪亲自下厨 要请大伙吃一道丰盛的晚餐 地锅鹅 我们原样也知道都吃鹅的 都愿意吃鹅吃鹅的多 它肉质不像那个肉鸡那么腻 它吃独特的一种风味 鹅肉也香点 鹅是草食性动物 运动量大 体型偏瘦 蛋白质含量高 胆固醇低 肉质结实 同时鹅肉又具有益气不虚 何谓止渴的保健作用 是近年来新兴起的食材 身为原洋人的胡志豪 做起原洋特色的地锅鹅 自然也是得心应手 用作基础调料的葱姜蒜切碎 一年以上的鹅肥瘦适中 是做地锅鹅的最好食材 地锅鹅既渴食肉又能涮菜 鹅肠 鹅血 加上从农家院里现挖的野菜 一锅新鲜的美味仿佛就在眼前 在地锅中倒上底油润锅 再倒入十几种香料煸炒 屋里瞬间就充满了诱人的香气 剁成块的鹅肉炒到半熟 啤酒的加入既可以去腥 又能使肉质更加松软 盖上锅盖 将香气锁在锅里 等待着隆重接木的一刻 一个多小时的焖煮 鹅肉的纤维渗入浓浓的汤汁中 不但鹅肉可以食用 鹅肠 鹅针 鹅血 野菜都是在锅中涮制的好配料 冯建民养殖的鹅 因其品质优良的特性而远消全国 在原仰本地 地锅鹅是人们最爱的美味 而到了南方 鹅肉登堂入室 成为了各大星级酒店桌上的佳肴 在高档的乐食餐厅里 鹅也是最受食客们欢迎的食材 选用3-4公斤的肉鹅 去掉鹅翅 鹅掌 在腹中涂上密制的酱料 再用长针将肚子缝起 不仅可以把酱料锁在肉中 也可以保证体型完整美观 吹气的步骤使皮鼓起 受热均匀 涂上皮水 再经过几个小时的风干 处理好的鹅皮就能够放入烤炉了 在形似深井的烤炉里 鹅皮慢慢变成金红色 斩剑入蝶 深井烧鹅就能上桌了 鹅皮酥脆焦香 鹅肉结实肥润 鹅掌和鹅翅也在厨师的巧思下 变为香浓的卤味 在南方的艳客清单中 鹅往往是餐桌上的主角 鹅鹅住了 住了 来来 咱咱上 这个醒过来一盘 来来 算了 冯建民与贫困户们的辛苦 得到了回报 无论是深井烧鹅 全鹅燕 还是地锅鹅 涮菜 都让来自大江南北的食客们 品尝到了鹅肉的肥美 原羊的鹅 带给冯建民的 不只是经济上的利润 还有对未来的希望 和同伴们围坐在热气腾腾的锅灶前 冯建民又找回了信心 只要大家同心协力 就一定能克服眼前的难关 小片当中的冯建民 在政府的帮助下脱贫致富之后 选择用他的力量 来帮助更多的贫困户 也正是因为有了很多 像冯建民一样 有担当 有责任的爱心人士 咱们政府的扶贫政策 才可以更好的实施 我们也祝愿当地的老百姓们 可以早日脱贫 过上美好的生活 您这么一说 我就猜到第二道食材是什么了 就是冯大哥家的大白鹅 没错 接下来这第二道菜 张老师 您要用这大白鹅 做一道什么菜呢 今天我给大家做的第二道菜 是用鹅肉做的 叫肤白 貌美 养盐汤 完了 这汤我喝不了了 这前四个字说的可不就是我吗 我跟你说我们这男的 能喝不能喝呀 男的喝了也好 也好 那就赶紧做吧 好 咱们第一步 把咱准备好的大白鹅改刀 好 咱们现在就做四位 我就用鹅谱肉做的 好 今儿可来着了 可是我们平常餐桌上 除了鹅肉之外 鸡 鸭这些肉类也很常见 这三种肉类当中 哪一种营养价值最高呀 张老师 这三种的肉类 鸡肉性平偏温 有滋补的作用 这鸭肉是性寒滋补 但是这个鹅肉 可比这鸡鸭两种肉都特别的好 是取两种肉之长 又有优质的蛋白质 脂肪含量又比较低 吃起来又比较鲜美 富含微生素E 所以有清热解毒 滋润滋补的作用 好 所以这鹅肉的 营养价值是最高的了 张老师在我们说话期间 在这开水里面 先放了一些葱段和姜片 对 这个作用是什么呢 张老师 它也是在飞水过程当中 它也是提到去腥 体鲜的一个作用 这个超制的过程当中 咱们是必须要把鹅肉里边的 学识 完全的超出来 对 而且是不是让它真正的得成熟 这会不用成熟 因为咱们这个 插完衣水以后 它主要成熟的过程是蒸 明白了 这叫隔水炖 对 这叫隔水炖 这就好了 得嘞 这个菜解的易学 非常的好学 您看 咱这一碗一碗里面 放的全部都是一样 价值非常高的东西 您说的特别的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咱们这个竹孙鹅 是非常有名的古方 那么这个鹅呢 有清热解毒滋补 解这个血热的作用 那么竹孙呢 又是菌中的皇后 刚才张老师说了 关键对身体里边的血毒 血热是有非常好的滋养作用 这会儿开始调汤了 您刚才放了什么东西啊 张老师 盐 放一点胡椒粉 咱们调这汤的汤底的口味 不易过重 对 所以下一步我们要把这些 已经分手好的四个小钟 要蒸了 蒸制 好 开始蒸制 好了 蒸三个小时 这蒸多张时间 三个小时 完了 咱们耐心等着它三个小时 您看啊 张老师 这个鹅肉虽然说好吃 而且营养价值又非常高 但是啊 平常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做的时候很难熟 有没有什么小技巧 能够让我们快速地 吃到美味的鹅肉 刚才我跟张老师啊 一些咨询了一下 张老师告诉我三个字 多蒸会儿 实际上啊 咱们可以使这个鹅肉烂得更快 需要几种方法 第一种可以加几片樱桃叶 樱桃叶不好找 没关系 您可以点上少许的醋 其实最好的方法 我跟你说吧 有两种 第一种叫西红柿 第二种叫菠萝 因为它们都含有蛋白霉 好 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 把我们刚才炖的这汤出锅里 我跟您说吧 我站的都腰酸腿疼了 咱们借开锅赶紧看看吧 所以这一道肤白冒美养颜汤 就完美出锅了 哇 太香了 味道非常的鲜美 尤其是这个竹酸啊 特别特别的滑嫩 再碰上那个三两条的虫草花 可以说是啊 人间的极品 肤白冒美养颜汤 第一步 沸水中加入姜片 葱段 将改刀后的鹅脯肉 焯水备用 第二步 将盛气中放入鹅肉 竹生 虫草花 枸杞 姜片 第三步 锅中烧水 加入盐 胡椒粉 调制汤汁 放入盛气中 上锅蒸制三个小时 美味即可享用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吃到如此美味呢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绵码 进入大象TV市集 购买本期产品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老家的味道 官方微信 获取更多的节目信息和优惠活动 但是我觉得啊 光喝汤对于姜牧老师 您的饭量来说啊 那是远远不够的 特地给您准备了 金麦郎 刀销昆面 富白 茂莓 养颜汤 配上我们不一样宽好吃的 金麦郎 刀销昆面 是一种怎样的风味呢 酸辣适口 嗯 越吃越有 嗯 但是咱后面还有更多的美味 等着您 您先留一点肚子好吧 接下来要用到的第三种食材呀 夏日很常见 可是抓它呀 却不简单 而且您吃到之前呀 心理建设得做好了 咱们一起跟着小片 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 河南东北铺 长原县 黄河冲击平原的一部分 地势平坦 突然疏松 傍晚 就在人们收工回家的时候 一种神秘的小生物 开始活跃起来 蝉的若宠 当地人称爬树猴 三年的地下潜伏期 如今破土而出的唯一使命 就是爬上树干 蜕变成蝉 繁衍后代 姚子凡兄弟和妈妈 又踏上了熟悉的家乡小路 如今 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 成千上万的农村人 来到城市生活 姚子凡一家 已经在县城生活了三年 每年暑假 父母都带着他们 回到一夜奶奶身边 爬树猴 体长四厘米左右 虽然行动笨拙 但土黄色的外衣 让它很容易隐藏在黑夜当中 即使再完美地隐藏 也逃不过子凡爸爸 姚永田的火眼晶晶 好 有两个来 好开 整个体温味都开油了 一般人都会喜欢吃 好 这儿来 长元县 中国厨师之乡 不仅厨师变天下 由于临近黄河 各种食材也相当丰富 蝉 在地面下 以树根的枝叶为生 潜伏期最短的有三四年时间 最长的能达17年 而离开地面后 它的生命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 昆虫作为食材 全球近二十亿人定期食用 全世界鉴定可以食用的昆虫 有1900多种 中国占177种 食物链总是环环相扣 村庄周边的树林里 人与蝉的竞赛 从未停止 这几个少了多啊 这碗上热开了多 我们烂的也比较歪一点 里头 你这也都夸晚了 手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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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雨过后 正是捕捉爬树猴的最好时机 如果是个虾果鱼 它这个气压一高 红起来海洋量高 在牙上这个凸直收松了 所以这个几菜不光碗 姚永田在离村子二十公里的县城上班 每天早出晚归 两个孩子全由妈妈照顾 这把孩子的小鬼鲸 这凶到有点凶 姚子凡 显然没有心思在作业上 他等着爸爸回家 为了有更多的收获 姚永田给孩子带来了新的装备 与其说捕获食材 不如说更像是一场户外亲子游戏 最好的食材 只需简单的加工 馋的做法可以直接油炸 也可以香辣或者干煸 一桌完整的家宴 少不了自家菜园的新鲜蔬菜 在农村 村民的房前屋后 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菜园 不使用农药 化肥 满足了全家人需要的蔬菜瓜果 我要了吧 子凡姑姑也回来一起品尝这难得的美味 子凡妈妈先用盐水洗去爬树猴身上的泥土 并反复清洗 去除硬找后裹上一层面粉 这样油炸时不但可以丰富色泽 也能避免营养的流失 大火烧热地锅 待油热之后 闻火保持油温 火候的奥秘 只有奶奶最清楚 油炸金蝉 金黄透亮 外焦里嫩 体内含有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 蛋白质也高于一般的肉类食品 夏天过去 大部分爬树猴完成了繁殖使命 再次进入长达三年的潜伏期 姚家四口又会回到城里生活 兄弟俩以后也会融入更加繁华热闹的都市 但是家乡的味道和童年的记忆 会永远根植于孩子们的内心 时间越久越发浓烈 所以今天这第三道菜要用到的食材就是 蝉蛹了 张老师您准备用蝉蛹 跟我们做一道什么菜呀 先别让张老师说了 哪是蝉蛹一个呀 您看看这 哎呦这满粥子这虫子呦 所以张老师您要用这些 东西作为食材 给我们做一道什么菜呀 咱们今天做的一道菜名叫金柴高材 咱们看看张老师您的第一步要做什么呢 咱们先处理金柴吧 先处理好 您教的我们这金柴在家里头怎么处理 咱们就这个锅上装上水烧开了 烧开 放点姜葱 咱们再放点盐 让它入味 张老师带来的这些昆虫啊都是可以食用的 那它们的营养价值是不是也都不尽相同啊 咱们这个蝉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它呢主要有清热解表沥水的作用 咱们跟我说说 咱们这个叫什么 这个应该叫蝉蛹 哦蝉蛹 它的营养价值怎么样呢 它的营养价值呢 蛋白质含量的非常非常的丰富 里面还有矿物质 但是呢它里面的胆固醇含量特别特别的高 所以有高脂血症的朋友们呢 对于它的摄取要适量了 其他的朋友们 尤其是健康成长的小宝宝们 胆固醇是少不了的 所以吃它非常非常的好 好 现在张大厨处理的这个是什么呢 蝎子也叫蝉蛹 这个蝎子实际上也可以入药 有这个清热啊 沥湿啊 镇定啊 效果 这是蜂蛹 哦蜂蛹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这个里面呢富含了优质的蛋白质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啊 这个蜜蜂在没有脱壳前 在成这个蛹的状态的时候 这个蜜蜂里边含有一种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元素 叫脱壳素 所以这个咱们的蜂蛹啊 是现在咱们最好的一个医学的提炼 什么叫蜂蛹啊 黄虫 这个蝗虫啊 还是大家使用的时候还稍微注意点 有些人会过敏 那有人就说了 为什么吃这东西会过敏呢 实际上这个蝗虫里面含有的蛋白质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但是它里面的益蛋白含量特别特别的高 所以呢 咱们这个人类有一些朋友们的免疫力呢 稍微低一点的话呢 这个益蛋白一旦进入到身体里头就会形成什么呀 我们所说的抗体也就是过敏的现象 所以我们现在这些食材呢都已经焯水完成了 下一步我们要做什么呢张老师 下一步我们就开始炸了 之前我在网上看了一条新闻呀 说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就是吃了油炸金蝉 全身红肿 恶心呕吐 这我们平常到底能不能吃这金蝉呀 会不会中毒呢 首先第一步呢 金蝉呢 从它本身的营养价值来说 是非常非常高和丰富的 那也可能呢 这个小伙子啊 是由于食用金蝉里边的一部分的元素 产生的过敏 那么对于一个我们说健康的人来说 吃金蝉是不会产生 我们所说的过敏或中毒的现象 而且我们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呢 也可以通过一些小技巧 把这些资料猴体内含有的细菌呀 病毒呀 来合理地排出 您给我们讲讲 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烹饪方法呢 张老师 第一点呢应该是浸泡 是把它身体里的泥土清洗掉 第二点呢 你一定要用这个盐水呀 把它煮熟煮透 第三点呢 在烹制过程当中 一定要用高温 将它怎么样 将其他的一些戏剧杀死 然后咱们再继续使用 好 咱们所有的昆虫们 都已经展示完成了 下一步我们要做什么呢 打瓣小细沙瓣小细 decож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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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